哈喽大家好我是焦亚娃 马上双11了 很多朋友打算这个时间入坑3D打印 一直在纠结XEC还是PES 今天也是从纯用户体验的角度 咱们不谈那么多配置 来看看到底哪台机器适合你 上来先看一下两台机器分别打的模型 这个是XECC打印的 这个是PESC打印的 是一个多色打印的超人 这是一个机甲模型 这个因为零件比较多 所以是XECC和PESC它同时去配合打印 再来看一个纯PESC打印的可动模型 看看它的分色和细节 肉眼上其实看不出这两台机器打印的区别 再从外观来看 如果你不是常关注三线打印 可能看到这两台机器 以为只是配色的区别 一个铝合金的壳子 一个塑料壳子 理论上铝合金的壳子的散热会更好一些 但是相对于里边一直200多度的加热 它这个散热也就微乎其微 所以打印的时候都是厂着门去打印的 XECC这高了点 只是因为我加了一个这个散热架 机器的屏幕使用方面 肯定是彩屏更好看 但实际上操作都是在电脑上 都是一样的软件 所以它俩的电脑上使用的区别也没有 在成型体积方面也是完全一样 噪声方面实际体验来说 XECC是比这个PS要稍微小那么一点 但是小的程度是多少呢 来看一下 两个几乎相同 其实小个几寸倍的声音 它对于整体80寸倍左右的一个噪声来说 微乎其微的区别 所以噪声这一点也不用考虑 我现在把降噪关掉 可以感受一下日常工作时候 它的声音 我现在说话的声音就是 没有开降噪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还好 只要你不贴着它去办公 做一些非常需要安静的事 就正常在那摆着没啥问题 XECC比PS要贵一倍的价格 它贵在哪呢 主要是XECC支持更高温度耗材的一个加热 包括它的打印板和喷头 而日常如果是在加DIY的朋友们 其实也加工不到ABS等等一些工业级的耗材 而日常的PLA TPO等等这些耗材 PS都可以完成 工业耗材对应加工条件会更加苛刻 这些工业耗材如果加热之后 普遍的会有一些微毒性或者挥发物 所以它本身也不适合在家用的环境当中去使用 你可以把它放在车库之类的 XECC多一个激光雷达的流量校准 理论上它的打印精度会更高 但是从我这个长时间实际使用的角度来看 它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质量上的提升 因为本身这两台机器打印精度已经都非常高了 而且非常稳定 并不需要反复的去校准 反而有时候我使用一些第三方的耗材 放在这个XECC里边去让它校准 比如一些半透明的耗材 会出现一些校准的不太好的情况 还不如默认参数打印的质量好 所以好多时候我都是直接调完参数之后 我就把这个自动流量校准给关掉了 所以激光雷达也并不能起到 对模型打印质量的关键性决定作用 AMS盒子也是通用的 即使在双11打折的时候 你也没必要多囤一下AMS盒子 因为之前我就干过这事 去年双11的时候入了XECC 额外又入了一个AMS盒子 也就是它可以打印8色 但后来实际的用途并不多 也就是打印这个模型的时候 用到了8色去打印 但这个模型完全可以再继续拆件 既能节省耗材又能节省时间 所以一个AMS盒子完全足够了 PES在入手的时候直接买了一个裸机 把之前那个多余的盒子接到这边 那如果你入手是PES的 偶尔想去加工一些工业原材料 那也是可以通过更换它的喷嘴 以及打印板去实现的 所以总结下来 如果你是居家环境去使用3D打印机 那入手PES完全已经足够了 即使我在工作室 我现在XEC也是当PES一样的用 那XEC是和谁呢 是一些工作室 如果你有日常一些设计需求 可能会用到一些工业的结构件的加工 做一些圆形的测试 那XEC是可以满足你的日常的需求 当然也是建立在预算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毕竟这一台可以买两台PES 两台机器里边也都配备了摄像头和LED灯 从电脑看到的画面来看 XEC是流畅不少 但是没人会一直盯着这个界面去看 录延时的话 可能也就是你最开始打印的时候 会有那么两天的热乎圈会录入延时 XEC会比PES录制的延时分辨率高一些 但也就仅此而已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 XEC相较PES的提升都是细节上的提升 而这些提升对于打印而言 至少肉眼上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三级打印的时间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如果你预算足够充分 又不需要打印那么多结构件或者工业件 有一台XEC的预算直接入两台PES不香吗 效率直接翻倍 OK本期就到这 如果你对这两台机器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打在评论区 咱们可以做一个交流 如果你想了解它俩更详细的一个对比 我之前也出过一期视频 可以在我往期视频里去找一下 最后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点赞 关注投币 支持一部 我也会分享更多三级打印好玩的相关内容 咱们下期见